人要想进步,就要把自己眼前的障碍都清除 如果说有一直影响自己工作效率的小人 趁早把这样的社交关系清除掉 才会让自己更有进步,发展得也更好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都有一颗自我发展的心 他们常常不满意现状,都希望会有所改善 他们就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 不断地去积累人脉,也不断地去创新 因此只要有机遇,成功就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从此也会衣食无忧,家财万贯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越观积极,喜欢交朋友 他们拥有非常不错的人缘 进入11月后他们工作运不错 业绩提升得很快,奖金自然也是翻倍增长 除此之外,生肖虎的人还将会有不少做副业赚取金钱的机会 对于他们来说,出门在外靠朋友就能够发家致富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在进入11月份后 他们偏财旺 所以在事业上的努力也将会因为获得老板的认可而变得喜事多多 尤其是如果有专门的技能 那么绝点 cél、 comin, vertical就领med一下 现在 quiz star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更容易因为一技之长而发财 对于生肖狗的人来说 财运哼通 要想发财要变得大胆一些 那么就不愁赚不到钱了 生肖马 生肖马的人在进入11月份后 他们正财运好 不管走到哪里 都容易获得贵人的支持 所以对于生肖马的人在新的流月里 应该多结交朋友 朋友在财运的提升上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可以共同发财 成为事业上的最大支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生肖鸡》 生肖鸡的人会在11月份的运势有大声的歧视 特别是偏财运方面 简直就是做啥都来钱 运气非常好适合彩票或者投资 在10月的努力会在11月份得到收获 老板赏识 薪资加倍 人红财望 富贵早晚 生肖属牛人属牛的人虽然在事业发展上面比较谨慎 行动稳重造成自己的发展相对缓慢 但是也正是靠着他们的不断努力和进步 才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安逸和稳定 属牛的人坚持努力 会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顺心如意 而在今年的11月 自己的事业上会迎来良好的运势 事业急性出现 财运轰通 收入持续高涨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